二昏呢 你这么早就开个晚饭 你属什么呐 中国 二昏 春生同志 虽然我对你的情况了解的不多 但我相信 造成你失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个人的 有家庭的 也有社会的 你们村里 乡里 对你就仨所不管吗 管了 在社办体验给我找一工作 哦 这就对喽 在我们的社会你是孤儿不孤嘛 你去了没有 去了 工修太短 工时太长 一共干了俩月 我就 咽就不干嘛 不干嘛 那你可以去做生意嘛 你看很多个体户 都导动蔬菜 练西瓜 都发财了嘛 我这人天生啊 心词手软 骗不了人 那就老老实实回家务农 种地也可以致富 我这肉皮子嫩 晒了就长毒疮 这个当民工怎么样 有些工作是在屋里干的 晒不着太阳 我一接触杨晖就过敏 传 传 那你干脆出家算了 当和尚最清闲 我顿顿得吃肉 其实这么经典的 一屋子 季春生这角色 脑子里的第一个蹦出的演员 人选就是葛优 可惜一打听才知道 葛优在外地拍戏呢 没时间 后来应答听说 葛优回北京来了 回来办事来了 干嘛呢 带着凉天 宋丹丹 这仨人 直接就杀到葛优家楼下 堵他下 一直等到了半夜十一二点 终于把人给判回来了 谁知道呢 一见面的葛优就给拒绝了 说这 我这回来 我是办事来的 实在是没有时间呢 说你办事吗不是 你有事我们替你办 你办不了的事 我们办不了啊 我们找人替你办 你看 不容这个葛优挣扎 你也别反应了 当场就把人就给绑到剧组了 死处 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你们家阳台怎么走 你这儿冲进入室了 哎呀 你干嘛呢 我要从这儿 跳下去 放开我 让我去死 别担着我 你快来帮帮我呀你 现在阳台咱家阳台不高啊 没事 你要真想死 接京广大厦分家票 别担着我 这是这么回事这是 干什么 我要去开煤气 我要摸这门 我要切菜刀 哎呀 这不是会点穴吗 你看这点点呢 那我就试试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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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明快来呀 哎呀 哎呀 弄不住了 弄不住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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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英达回忆这段故事啊 他开玩笑说呢 说我估计人家葛优一直躲我们呢 新合计了都十二点了半夜了 这几个家伙怎么也走了吧 碰到他脑一出来 哎呀 咱们还在那呢 然后就被我们活活给捆来了 当然了 这是他的一句玩笑话 结果呢 果然 这结局不出应答所料 葛优啊 这个精彩的演绎 为这个季春生的角色加分不少 据说当年拍摄的时候啊 葛优一出场 就因为他这造型 那动作太逗了 整得这个工作人员集体都笑场了 那摄像机都控制不住了 直颤勇 我季春生心里好喜欢 山也格外清 水也格外蓝 我永远也不把家还 我就在沙家帮扎下去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 季春生 这一幅生无可恋的剧照 仍然能够成为大家伙最喜欢的一个